早上春天 這裡雪已經融化了 草開始變綠 所以今天專門挑選幾個東西 說出蛇蟲鼠蟻、其他這些 如果買了屋之後的花園是怎樣做呢? 我不是說對袁毅有研究 但始終都要搞一下 否則死得很厲害 所以說幾件事 因為有一些在香港買了屋的 就問我這些怎麼辦? 所以說明一些 我有經驗做過的 沒有經驗,或者我自己也知道搞不定 我只不過可以告訴你 在哪裡有什麼資料找 我都知道大家來了加拿大 什麼都好 有很多東西在香港很新鮮 在香港就不用想 這裡就很煩 有時候會怕 蛇蟲鼠蟻 看看你在哪裡住 有沒有蛇 有的,我以前不是這間屋 我以前的後院 拿起石頭是有蛇的 那是不是真的恐怖 看看吧 蛇蟲都怕人 你不要搞牠 有個蛇鬥 有時候是挺害怕的 因為小孩子可能會踩到牠 牠咬得不太好 但無論如何都好 通常這裡的蛇都不是有毒 但你也要留意一下 蟲,有很多蟲 有好的蟲,有壞的蟲 我一會兒慢慢說 老鼠沒有人在家裡喜歡有老鼠 這真是不可以 但亦都可以說 很多時候是避免不了 尤其是現在每個人都說 go green 又說campo 又說recycle 那你在外面的green bean 即是做廚餘 每一兩個星期的人 就會來和你倒下廚餘的桶 我們這裡叫做green bean 如果是你不小心的話 那些老鼠、racoon 就會來開餐 那這個是沒辦法 還有老鼠一定有 那你有省渠就有 只要你要控制的話 不可以趕盡殺絕 是控制的 所以如果是在你家裡外面的 沒辦法 那就外面吧 但最重要的是 那些green bean 廚餘那些 全部就 麻煩你 那些 蓋子要蓋得很好 讓老鼠、racoon 進不去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 沒辦法 那些廚餘 如果是肉 那樣 就 有時候是很難搞 如果在外面 如果你有些mouse trap 那 沒辦法 都要搞 那 矮這個 有很多網友 有很多人在這裡 說 喂!家裡有矮 那 那就看你在家裡哪裏 那你家裡裡有矮 這個也是很麻煩的 那是不是 大把的殺蟲藥 噴到你不清楚 見到矮就噴到 那 如果你看到的矮 就已經是太遲了 就是 你看到 有十隻 那矮鬥隨時幾百幾千隻 有一點的東西 就可以 如果在你家裡有矮 那 有一些 可以 跟你 引起矮 那些矮 就 拿去自己的矮鬥 做儲糧 但是那些矮 就儲了糧 沒多久 因為吃了你那些 毒的東西 那些矮 就會死 整個矮鬥死了 那 不是說噴的 對於你噴 你就是 噴殺了 你看到那些 你還沒看到那些 就 十倍 一百倍 就殺不了 所以有一些 就是 chemical 你可以用 讓它帶進矮鬥 那裡 就吃死自己 但這也是有問題的 為甚麼 始終那些是毒藥 那你也不想在家裡 有些毒藥 引矮 如果你有小孩子 吃了 就很不行 不要說小孩子 你養貓養狗 吃了也很不行 所以這些 真的要用 要小心 在家裡 如果矮在家裡 在家裡 在你花園 那就恭喜你 矮是沒有事的 除非太多 或者你那些矮 在不同中 會咬人 因為矮來說 他們是可以 把泥土弄鬆 實在是好事 實在是好事 太多的 要控制 但是 如果在你花園 外面有矮 這也不是太頭痛的事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 廚餘、糖 較保持 房子 那些 蓋子去蓋 мног 可以在家裡 就可以掌握 外面 まあ 你不能掌握 有時候 對實際 土弥是好的 另外 有一個 網友 訊問我 有很多蜘蛛 如果在家外面 外面有很多蜘蛛 你也不用理會 為什麼呢? 因為蜘蛛在家外 在花園那裡 有些蜘蛛網 你不要忘記 蜘蛛是吃蚊和白飯的 衛生的 如果在外面有很多蚊 蜘蛛是可以吃蚊 和咬你的白飯 可以控制這些不想要的蚊蟲 是好事 蚊、蚊、蚊 如果蚊在家外 如果在外面的話 你不要搞蜘蛛 口袋有蜘蛛網 不要緊 這不是污不污糟的問題 如果家裡的蜘蛛又怎樣呢? 因為蜘蛛通常會在外面的蜘蛛 會結網 為什麼呢? 因為是亂 所以如果你不想蜘蛛在家裡 裡面結網 就在你的蜂口 清理蜘蛛 也可以的 另外一件事 我想香港沒有蜘蛛 有一些很像蜘蛛 但是很大隻 會飛 但是這些會飛的蜘蛛 不是蜘蛛 通常如果你在車房、家裡外面 有很多 他們的行動是很慢的 你要捉牠就很容易 很多香港來 我認識的 會很害怕 這麼大隻蚊 或者有些說 這麼大隻蜘蛛 那些是crane fries 又說要打 又說要殺 不用這麼緊張 因為這些crane fries 是不會咬人的 而且牠在角落豆裡 躲起來 有個網 那些實在是好東西 什麼好東西呢? 這些牠是吃很多蜘蛛 如果你殺了蜘蛛 殺了crane fries 可能心理上會比較好 但是夏天你走到自己的花園 哇!這麼多蜘蛛 這麼多black fries 你知道為什麼 這些是憶蟲 如果你在家裡外面 你真的不要騷擾牠 還有一些 尤其是如果說 我自己想種一下花 在泥土裡 掘一些泥 把石頭、石仔、木頭 翻轉 看到很多這些 黑色的 在土壤裡 爬爬爬爬 好像很恐怖的 爬蟲 這些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這些叫做 Poly Rolly 是什麼呢? 正正式式的 拉丁文名 不懂得讀 這些好像很恐怖 你翻個石頭 很多在這裡 趴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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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真的要小心點用 二來 你殺死牠 就不是這麼好的事 因為這些 可能性不太好 可能看起來恐怖 實在這些 這樣的蟲 是對環境 和對人 是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尤其是你種植蕃茄 種植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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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花園裡 這些蟲 一來 它是滑鬆泥 二來 它吃的東西 就不是你那些蕃茄 它是可以 digest到 那些 heavy metal 是重金屬的 它可以把重金屬 吃的重金屬 把重金屬的效果 讓它不會那麼慘 這個對人是有益 沒有什麼害的 所以千萬不要殺牠 另外有一些 我叫你們 是 可能是很騷擾你 但是 都不要殺牠 就是什麼呢? 有幾樣 就是蜜蜂家族 那些蜜蜂真的不要殺 因為現在 我們用的chemical很多 蜜蜂已經買少見少 所以真的不要騷擾牠 蜜蜂有幾種 有一些叫honey bee 這些當然是好 你吃蜜蜂 不要殺 另外一些叫bumblebee bumblebee 大一點 你也不要殺 尤其是蜜蜂 尤其是種豆 種蜜蜂 有得吃的東西 種花 他們是散播花粉 所以 他們可能會釘你 但是怎樣也好 你不騷擾牠 你不騷擾牠 牠也不會騷擾你 對牠比較好 有些比較兇死 黃蜂 這些 他們都會散播花粉 這是真的 但是他們很兇死 如果你們尤其是對蜜蜂 是敏感的 是真的死得人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但是 又要噴又要打 看看情形是怎樣 如果是認真大的 那些看的 那些 那些 沒辦法 因為我都怕被那些 黃蜂 這些 是 針倒 所以這些 沒辦法 我都要 如果牠在那裡 有個鬥 就要小心一點 就要跟牠搬鬥 要殺了牠 通常 很多人都是搬 好心人就做搬鬥 我是怎樣做呢 我就買一些 紙紮的黃蜂鬥 在我的樹 那些 就掛在那裡 因為 蜜蜂、黃蜂 這些 尤其是黃蜂 如果牠們看到有個鬥 牠們都不會在附近 所以 如果在你家裡的樹 掛幾個鬥 那些黃蜂 就會在第二處 起炒 那 不用太害怕了 還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 就是 開蟲 這些一定要搞定 它 一些叫Mites Mites 這些 去年 搞得我 收成 拍真差 我種了一些 蕃茄 怎麼知道 那些 蕃茄 為什麼 樹葉 開得很好 又開花 但還沒結果 但樹葉 忽然間 一塊塊黃色 好像 焦了 那些 原來 Mites 這些 肉眼都看不到的 很小的 昆蟲 在這裏 播放 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 如果你是種豆 尤其是種蕃茄 有了這些Mites 你就 種什麼都不行了 所以 就沒有辦法了 這些 就要 下一些 藥 那 通常 去年 我就太過遲 所以 那些 Tomato Plants 要把它丟掉 不要讓它繁殖 但是 如果是 早些發現 就 有一些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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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控制的 也好一點 Mites 另外 一些 我想香港人 都會熟悉的 就是鼻涕蟲 這一種 就是 Scrub 對花 對蕃茄 對 還可以吃的 都是 不好 這些 沒辦法 就一定要 趕走 它 我通常 有一部影片 都做過 有什麼 原本的 啤酒 好像 罐頭 一個 瓶子 放些啤酒 因為啤酒的味 鼻涕蟲 都很喜歡 讓它 掉進去 那個 半罐啤酒 小罐啤酒 自己 浸死 死 死得安樂 一來 那些 啤酒 就不是說 有毒 人都喝了 不過 不是有毒 所以對草 對花 就不會是 認真大的傷害 但是 有一件事 用這個方法 不是說不行 但是 經常要處理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鼻涕蟲 掉進去 啤酒 浸死了之後 嘩 奇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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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比 真是 唉 真是 臭得很厲害 所以 經常 要 要 清理它 因為我都試過 忘記了 嘩 為什麼花園 臭得這麼厲害 原來就是有那些 這個 要慢慢處理 其他 還有很多 蛇蟲鼠藝的東西 你們是 要好好地 上網 Google也好 就要看看 大家這個 春天秋天 就開開心心 可以 Enjoy一下 享受 說到這裡